我们到天津东江湾了 但是遇到了翻车线事故 看见没有 周日翻车了 我们现在到了 后面就是海边 今天感觉天津所有的人都来这了 这比天津五大道的人都多了 车已经停满了 已经三排 对面一个远行高处的塔 来 咱们先过马路 妈妈带着两个小宝宝 我们从这对面过去 再从对面过去 好了 我们要过马路了 今天是大潮 是不是大家都查询了 反正周末可能这都是这么多人 天热了 所以这海边人最多了 天热了以后海边人特别多 你要不要戴墨镜 你又戴墨镜 戴墨镜招相裤 我也学红机 用后折摄摄像头拍照 好了 这就是东江湾赶海基地 非常漂亮 也非常热闹 这边巨景 虽然配套都很简陋 它停这儿了 人都过不去了 这个车不好 不好啊 批评 青蛙也来了 烤茬 卖鱼具的 赶海工具的 全菜 香肠 这是我们的工具 一个手推车 太美了 虽然现在是涨潮时刻 你看看这人 这绝对北京 天津 这绝对天津 天津一半的人都来这儿了 你看这人多少 看看这人 这蚂蚁基地 还有还有人来睡的人 虽然现在是涨潮时刻 但是我们要赶他最后一波 待会儿也去 我看每个人都是一桶一桶的贝壳 你看都是一桶一桶的贝壳 都很丰盛 这也捡了贝壳 贝壳 铲子都会装起来 都会装起来 装起来霸痕了 要下海了 你们俩先下去 下了吗 你们慢点啊 我去搬车子下 好就从这儿 这条路下来 就没问题了 今天的这浪 看这一个浪花 一层一层的 好漂亮啊 今天的浪花一层一层 你看演出 多么解压 一层一层的浪花 爱琪 爱琪到这儿呢 我说桶放哪 不能放在这儿 买到爱琪 再放到爱琪这儿 好漂亮 你挖到东西了 我去我也挖到一个 在他这挖到一个佩壳 你看爱琪挖最多 都挖了这么多个了 爱琪绝对是挖 挖贝壳高手 爱琪挖了好多贝壳了 每个泥瓦都有是吗 这么多了 这船出海 出海大鱼 海生都是新来新主 连迟带玩这个转 来 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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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好多 这个不需要什么技巧 我看人挖了好多 你就是一摸就有了是吗 就随便乱摸 好多贝壳 这边 哈喽 我看你的贝壳摸到了吗 我刚才摸到了个小贝壳 你摸到个小贝壳没有 我刚才摸到一根硬帮就啥玩意儿 刚才咱们那个桶还在这边 现在已经被水淹了 现在还在这边 水飘走了 加点水 而且给它桶里加点水 不行了它飘不动了 而且咱往后退吧 大家神器有没有抽东西出来 有虾有虾 有就没有虾 直接手扒呀 哇 全是红虾 人家奶奶给你一个红虾碗 大红虾 你说谢谢 谢谢 虾 肠 这是那个虫子呗 海虫 海蚯蚓 排队洗贝壳 大家介绍一下 忘了拍了 这一排有很多餐馆 尤其他推荐你那家天津包子 非常好吃 这条就在 就在青海公园对面这条路上 这是唯一的附近有餐馆的地方 连成一排 这个小区看见没有 五千六千 没有人要 这个小区 海边小区没有人要 大家可以来 来这购房 这是另外一个景点 叫东江湾纪念公园 听说这个地方晚上 特点就是晚上 你可以来这里边看蓝色眼泪 很美的 今天我们就看不到蓝色眼泪了 因为晚上我就走了 这边他们在那看海了 这边是 在这玩吗 大家好 好 我们从这 大家介绍 从这个洞洞里下来 从这走走走 你好 看 大海就到了 可以看见滨海了 你刚说啥 你说大家好 我也来拿鱼的 我也是找鱼的 鱼 你说啥 你也是捕鱼的 这他们在那捞啥呢 我们要换个地方了 这个地方已经没货了 潮水已经涨起来了 我们要换地方了 我们挪窝 先进 好上来 弟弟先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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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该妈妈身上来了 看看 这边是个海滩 一个简易的海滩 现在是涨潮的时刻 挺好玩的 免费的 这边是一个 对面就是一个 人工沙滩 千金人工沙滩 都江湾 人工沙滩的 对面 然后我们都看吧 这块满地全是白 白花花的贝壳 这是贝壳制度 地上全是贝壳 现在很多贝壳 垂直扎进去 海鸥 你看它树直 你看看它都扎进去了 真漂亮 他们在捞螃蟹 没捞了 真的 哎呀我看 这么快 我看看 媳妇呆的螃蟹 跑了跑了 快起来 弄啥了 不要吊水里了 跑了跑了 快 又跑了又跑了 快帮我给它 挤 用手吗 它咬人吗 这家人吗 这咋的咋的咋把捞出来 不录了 我没缘由再这样 放到桶里 放哪 快点 就爱心放到桶里 一下 带了这么多海货 下去 终于下去了 真棒 这个螃蟹挺大 还挺远的 还挺远的 这个海边 都要用洞洞来完成它的地方 游轮 前面有车 前面有车红色的游轮 你们能看到吗 好宽敞 一马平川的一个海岸线 哇塞 哇塞 这是海钓的是吗 前面 有人 他们几个拿一壳根 钓螃蟹 上面绑一块肉 在这个凤凤里面 掉了一大本螃蟹 在他们 大家看手是摔倒了 你看这手 手受伤了 待会儿 你以后走路要小心点 走路 步子要迈得高一点 赶绊倒了 把手给扎拦了 被壳扎拦了 吹一吹 吹一吹就不好了 你自己吹一吹 大家忘了拍了 我刚拍的拍 但是我才会 养属 看看有没有货 我们刚才在这 放了一块肉 看看有没有货 你慢点 让我看看有没有货 没有 后来水浑了 没有了 用了个大香肠 这水突然变这么浑 那咋回事 可能潮这边泥多 它这个是不是潮水 把泥带起来了 把泥给卷起来了 对吧 好 玩海漏 宝宝玩海 玩石头 这是你垒的石塔 是不是 我们在等退潮 到时候 可以抓螃蟹了 我们在五点半 今天五点半开始 就是退潮 大退潮了 五点半以后 就开始 现在退得可快了 过一会就 石头 我分开石头找货 看有没有货 等一下我有记着 螃蟹吗 看它会 太沉了吧 小心砸到艾文的手 看看 真的有 身体有 快快快 快快快 他把这个石肉捞 撈出来 快点 把它往那个框框里扒 爱奇 砸死了 我都砸死了 你把壳给 壳砸碎了 还是 还是给两个小朋友 还是那边 一边 给艾文一个螃蟹 我已经送了同学了 我们现在到海岸县这边捕鱼了 这全在洞洞里面 他们从洞洞里出来的 都在这洞洞里偷营 原来是从这洞洞里面偷营 我们现在来看的 你要去看他们 我们去赶海了 现在是退潮了 晚上的退潮 我们也在挖 在地上 在这洞里面抓螃蟹 这么多 我们也有鸡腿肉了 原来都是用鸡腿肉的 他们这有我们的钓友 都在这个海防梯上 可以去挂螃蟹 他们人家用的是大笼子 大笼子捞啥 别捞螃蟹 一捞一筐螃蟹 活的贝壳 活的都是 他们过去了 发现一个 你看扣开 它是活的 估计它不出来 它会把壳扣得紧紧的 它才不出来 扣不动吧 用工具 它是活的 它马上把它收住 爱琪 抱个小盆 里面都是海货 爱琪抱个小盆 来喽 爸爸来接你了 好了 再见